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打起来了 这里大家之前已经知道了 不能跟你争枪实弹 于是他们都是用石头 木头狼牙棒 好我们现在看他又打了 这次又丢石头了 到底为什么 好那么这是在哪里呢 这是在中印边界的一个 叫阿鲁纳查省这个地方 那当然这个地名是印度的地名 好那印度做了什么事呢 印度决定拨一笔预算 在这里开始要盖水利发电厂 一盖要盖12座 于是呢 马上中国就不同意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阿鲁纳查省 这里他要用什么河水 来盖水利发电厂 雅鲁藏布江 当然这是中国的地名嘛 好那雅鲁藏布江呢 现在其实中国在这个地方 他们也盖了很多的大坝了 抢水大战开始 于是呢印度说 水都给你用完了不行 那我也要盖水利发电厂 好冲突就此发生 就在几天前 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了 又开始你推我 我推你 丢石头砸来砸去 甚至有人被推到水里去了 那这个冲突呢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资源大战了 那到底引发会有多大的效应呢 我们来问问提文哥 讲到这个水 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中国内部发生很多洪水 对不对 那包含到陕西 连宝基这个地方也发生洪水 宝基这个地方我去过 大概都是很多种那个苹果园 你知道吗 很多泥泥地 那所以那个水一来的话 整个山坡地都反正都会冲到淹掉 那造成你的汽车什么的都被淹掉 但是这一次来讲的话 大家是针对这个饮用水的资源 还有发电水的资源来抢夺 刚刚你提到了中印边界 这一次来讲的话 发现了就是双方的部队 又开始打群架 对 这个打群架是很好玩的事情 这个本来是印度军队在那边 不知道做什么事情 可能在那边建筑公事之类的 突然间有一群人 穿着红色的救生衣 跑过来 然后一言不合 就直接都打起来了 整个打群架打起来 有人被推到湖里去 对 那有的人来讲受伤 但是你看到手持木棍 长棍 长枪之类的 这些东西还是所谓的冷兵器 瞬间回到了几十年前 是是是 但是问题是他们全副武装 看起来 那旁边还停到一艘船 船上面的话有一只国旗 就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旗 对 看得出来就是说 中国也是有准备来搞印度的 但是为什么双方会这么吵起来 其实就是最近7月的时候 其实在7月23号 这个莫迪也准备宣布一项 这个所谓的这个投资 我们投资 就是针对这个雅鲁藏布江的下游 在印度叫做布拉玛普特拉河 这个很难念 布拉玛普特拉河这个地方 也要建造12座的水利发电站 对 那这个水利发电站总共将近投资 将近10亿美元左右 那现在来讲的话 可能印度军队已经开始在布局 因为但是问题建的地方是这样子 这个雅鲁藏布江 它有一段是流到藏览这一块 对不对 然后中国已经在上面建造了水坝 这个听说这个水坝的这个发电量 是长江三峡大坝的三倍 也就是说现在可以讲的话 可以到了7万兆顿 7万兆瓦左右的这样的发电量 所以比长江多三倍 然后接下来 它又会有一段流到印度这边的边 这个境内 然后印度就要在这里再盖12座 然后接下来下面会有一段 再流到中国境内 所以你知道这个其实界河 边界河来讲的话 它就流来流去的 它其实也不管你 所以这个地方在中国境内 这个地方印度境内 然后再流到中国境内 那你想想看 你上面给我盖水坝 然后印度想说我也要盖水坝 印度要盖水坝之后 水越流越少 等到流到中国那个境内的时候 又变少了 又没有了 对 然后下面的话 苦主还有包含孟加拉 这些国家也都一样 所以等于说水资源大战 其实是中印边界先来讲的话 抢夺了一点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需要电 那电来讲的话 现在你用煤矿发电来讲 大会骂嘛 因为破坏地球 全球暖化的问题 所以现在用水利发电 是一个捷径发电的概念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尼泊尔 你知道尼泊尔 它运厂的全世界 大概像是最大 就是说水利发电 将近2.3%的运厂量 但是问题是什么 现在中国要帮它盖 这个所谓的发电厂 所以印度不高兴了 因为印度长期以来 就是在协助尼泊尔 而且买尼泊尔发的电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印度使出一招 大绝招 而让中国来讲的话 就是撤资了 为什么 因为他跟尼泊尔讲说 你如果你的电 是由中国工厂 供中国盖的 我就不给你买这些电了 那你知道 那不行 对 尼泊尔来讲的话 它最大的外卫收入 就是这个发电 卖电给印度 所以这时候 尼泊尔自己就主动 跟中国讲说 我不要你了 我要印度来帮我盖 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下游的孟加拉 对 同样的道理 他也是 印度也是做了 中国做了事情 也就是说 他去投资 孟加拉这个地方 孟加拉这个 首都达卡这个地方 他也没需要电 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也是投资 大概将近10亿美元左右 那要求这个印度来帮忙盖 而且排除掉中国盖 因为印度也可能跟他讲说 你发了电 如果你要卖给我的话 也是要我来盖 不然的话 你中国盖的我也不要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这个中印来讲 他们除了边界问题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所谓的水资源大战 中国常常用这一招 来使得周边国家 听他的话 比如说像湄公河 湄公河上游 就在中国 对 在中国 所以中国在那边 盖了很多水坝 曾经BBC也做过很多纪录片 都在纪录下游这些状况 因为你上游盖水坝 你下游就水会降低 水会降低的话 那些可能要靠着打鱼 捕鱼的 或者是灌溉农田的 或者是运输 对 流经哪些国家 流经泰国 辽国 柬埔寨 越南 这些国家 全部都被受到影响 甚至于连缅甸也受到影响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中国来讲的话 他们会掌控水资源 然后来叫下游听话 同样的 如果中国在上游 也掌控了这个藏南地区来讲 他也希望印度好好听话 但是印度是省油灯吗 印度不是省油灯 而且你知道 7月初时候 双方在打架的时候 就是莫迪不想去 上海合作组织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他宁愿跑去莫斯科跟普丁见面 就不要跟习近平见面 因为原来双方在这里边界上面 还大打一架 那我问一个提问哥 那现在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看来来往往 上一次 上一次大家记得 那个时候狼牙棒的时候 后来不是闹了好长一段时间 好像才稍微感觉有点缓和 现在又打一架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中印之间 可能为了这件事情 又会更加恶劣的关系 当然哦 你知道吗 因为莫迪他刚当选了嘛 当选完之后 他是弱势 因为他国会没有办法 这个取得最大绝对多数嘛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还是要对外表现出 他是很强硬派的 现在不只是在这里 其实班公错那个地方 也在打架 也在打 不是只有藏南 这个雅鲁藏布江 这边在打而已 其实好几个地方 都同时在开打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 这可能是什么 可能这个莫迪要展现出 他是有捍卫国土的这个决心 所以我们讲说 刚提到7月23号 他要宣布这项投资案 中国开始跳脚了 所以开始打起来了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7月23号真的宣布之后 到底这样的一个冲突 抢水的冲突 会不会更加被激化 我们再来持续观察 好 那么另外 我们当然来看 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大事 我们一定要好好来 跟大家聊一聊 看到了这个美国股市 怎么样的重挫 看到了台股 跌到大家头皮发麻 到底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这两位总统参选人 现在他们讲的话 都越来越强硬 好像是在比谁比较狠 好 我们来看到 这个双方都耍狠 结果倒霉的是金融市场了 我们看到了台积电 ADR马上跌了 7.98%在晚上 挥达重挫了 6.6%以上 那当然你看到全球市场 都迎来了一个大地震 到底他们说了些什么 拜登说 我对中国的制裁 我要继续的加码 那川普他就直接讲了 他说所有的晶片生意 被台湾抢走了 台湾我为什么要保护你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好事 你给我交保护费 所以大家听完就觉得害怕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会怎么样影响到 全世界的一个金融市场呢 赶快我们来问问 庭浩你怎么看 我们具体来看 就是说美国股市昨天的下跌 台积电ADR是跌了 有接近8个% 对 回答跌6.6% 但是整个费半平均跌幅 是6.8% 所以第一件承认的事情是 科技股的卖压 的确本来就非常沉重 但是第二件事情 台积电的跌幅 又相对其他整体费半 跌幅来的沉重 那就说明了 川普所说的话 肯定对于台积电股价 是有十度的影响 所以我们仔细看图表 会发现到底引起 本波费城半导体指数 下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很简单 就是一个简单的中期回调 美国股市都已经涨多久了 中期回调很简单吗 很简单啊 美国股市的牛市 如果一路涨上去 那无疑就是泡沫 所以在健康的牛市过程当中 一定会迎来 适度的股票市场回调 尤其每年在第三季的时候 美国股市通常不容易出现 五穷六绝 八穷九绝 几率比较偏高 我们举例来说 根据VIC指数的惯性 通常在每年的八月份 九月份 会有一个快速上行的过程 并且在十月份来到高峰 那我们都很清楚 过去几个月 VIC指数一直在往下掉 代表市场上 没有任何的避险情绪 一路做多科技股到现在 那现在随着市场的恐慌情绪 维持着一个季度 来做一个适度的中期回调 我认为是非常健康的 我们如果以每个月度的 股票历史的惯性季度 涨过来看的话 每年八月九月 是美国股市表现最差的时候 不是都五穷六绝 为什么是八月九月 五穷六绝 其实讲的是台北股市的报税季 加上现金鼓励 除全息卖压 那美国股市真正的卖压 其实集中在八穷九绝 为什么 不是说sell in May 勾个位吗 May在哪 May在这 对啊 其实May表现不太差 所以你应该sell in July sell in July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十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其实美国股市第四季表现 通常比较亮丽 其中一个原因 除了圣诞节行景以外 就是因为第三季先蹲了 所以后面跳起来 机率比较高 是这样 所以第三季有一个正常的 中期回调 第一 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那什么叫中期回调的定义 就是标普五百指数跌幅 会跌很重 但是不会跌到超过两成的熊市 让你有一个自然均值回归的概念 让大家有上策的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心理准备 可能有两成 不到两成的一个回调 对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二点就是要搞清楚 科技股的真实卖压 到底从何而来 而拜登或者说 拜登这一波的 不管是半导体的禁令 还是川普所进行的言语谈话 会不会长期的影响到股市 我认为真正跌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举例来说 很多人会担心 川普当选之后 对于债券市场 对于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 债券市场来自于 对于通膨的预期 克勒关税 通膨增温 通膨增温 连总会被迫要升息 所以这个时候债券下个大跌 那另外一个 对于股票市场的看法 地缘政治的紧张 市场会有更多的避险情绪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 在川普任期当中 从17年到20年 每年的通膨 17年通膨才2.13 18年2.4 19年1.8 20年1.23 几乎没怎么通膨 我们看拜登任何一年的任期 即便最低的今年 都比川普任何一年的任期 还要来得高 拜登一接手 通膨率就是6.8 22年是7.1 23年3.7 到今年还是3个percent 所以我们误会川普了 没错 所以他会不会引起 进一步的通膨 使得联总会被迫升息 我认为是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 关税赚是针对中国市场 所以针对中国市场 对于针对其他海外市场 反而会有一些 关税的减免 这个是第二观察重点 第二对于股市的影响大 川普任期从17年到20年 标普500涨幅是高达6成5 我们看到拜登任期到现在 有没有持续创高 有 但涨幅也不过5成2 那涨幅甚至还没有超过 川普时期 那第三点大家比较担心的 那地缘政治的紧张 可能造成股市回跌 很多人都误以为 川普一当选 地缘政治就会因此而紧张 但是事实上 我们如果观察 在川普任期当中 全球是没有发生 任何一场战事的 拜登任期有乌尔战事 有以哈冲突 你说哪一个地缘政治 比较紧张 所以我们基本上 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 川普当时针对中国市场 克取从本来是 接近4%关税 一路克取到20%关税以后 拜登有没有因此而取消 其实并没有取消 川普在过去 对于中国市场的围堵 所以对于中国市场的围堵 它是一个普遍的共识 它也造成了台湾 针对海外出口的部分 本来过去以来 都是以中国作为 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在今年 已经完全移转了 我们对美的出口 已经对中国的出口 还要来得高 所以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川普不管当选 还是拜登当选 美国股市长期的牛市 是不会因此而终结的 红色区块是共和党总统 蓝色区块是民主党 没有任何一个总统 可以改变美国股市的 成绩牛市 因为现在是景气复苏周期 那我们再具体往下看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那到底是谁在卖呢 如果照我们所说的 经济体质表现的如此亮丽 而且政治地缘 政治的风情 也不是特别大的话 谁在影响呢 很明显 目前正在进行科技股 高度抛售的 是我们看到的对冲基金 我们根据过去一个月 对冲基金所抛售的股票 有两大部门 一个是资讯科技类 一个是通讯服务类 都是连续四周 高强度的卖压 所以对冲基金 的确在卖科技股 可是对冲基金 美国股市充满着变数 并没有 大量资金涌入到能源股当中 所以你看到 昨天肺半压力很大 纳斯压力很大 道琼昨天又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他们不是撤出股市 他只是换股 没错 他只是把费成半导体的资金 移转到道琼股市身上而已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根据美国股市 红色区块是标普五百指数 目前本益比 已经来到22倍到23倍 它的确算是历史相对高位 可是如果你观察 标普中型600指数 标普小型400指数 它的本益比 比过去20年来还要来得低 因为大家都集中买了几档 对 我们举例来说 很多实业股也是 你像Lululemon 现在跌幅已经高达四成了 Nike跌幅三成 星巴克跌幅两成 麦当劳也跌了一成五 今年以来这么多股票 这些是亏的 这些都算是价值股 某种程度而言 它算是大品牌 所以现在只是由原本的 科技股的上行 慢慢获利了结 资金重新移转到道琼身上而已 它更像是一种资金轮替 而并不是长期的熊市即将展开 那我们再具体往下看 如果是以科技业产出来做观察 昨天艾斯莫尔的财报 值得留意 因为艾斯莫尔财报公布之后 盘后直接大跌一成鹤 可是猜测表现其实并不差 它主要还是受到 昨天拜登的半导体禁制令 所造成的影响所致 可是我们要清楚了解 从18年以来 这个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禁制令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但它有没有阻止 全球景气上行 没有 它只是原本对于中国所需要的产出 转移到其他地方 藉由转手贸易持续的发酵 所以如果是以很快的 我们今天看到台积电的法说会 基本上对于2025年的EPS 已经有一个前瞻的预估值了 就是50块起跳 那如果是50块起跳 我们给它一个中性偏乐观本益 比25倍的话 在牛市氛围 1250它就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2024年会适度的反映 2025年到时候的获利表现 按照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几乎就可以确定了 如果你在2024年 还能够重新的看到 1000块以下的台积电 对 从2025年的角度来看 你就会后悔 2020年没有多买几张 真的 所以现在的震荡 请你很开心的看待 没错 我们只要等待一个适度的 中期回调 乖利回调 长期来看 我们就有更长远的展望 所以对于台积电来说 现在的唯一问题 就是要不要调升报价的问题而已 OK 那你给大家结论 所以这一次 如果你再度看到 1000块以下台积电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认为 从中期回调的角度而言 你可以放成三个月的资金 缓步的投入 适度的把资金 投入在这些全职股当中 从25年回头来看 你就会发现 自己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 好 非常谢谢廷浩 就听完廷浩分析之后 有没有大家觉得 好像比较吃下一颗定心丸 即便是拜登怎么说 川普怎么说 其实很可能 他都是现在他们要选举的 选举语言 可能会讲得比较 慷慨激昂一点 那是他要选举 他要抢票 但是我们投资 你可能要把新鲜放下来 放回肚子里 好好的冷静来看一看 你手中的投资 要不要跟着这些对冲基金 一起挪一挪 亦或是你等到了一个好机会 可以看 可以再入场 就是你之前可能觉得 他有一点太高的那些 全职股台积电半导体AI 给大家再一次的机会了 好那么继续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川普不是说叫我们交保护费吗 说台湾把这个晶片生意都抢光了吗 讲的一副好像我们是他的仇人一样 但是真的如此吗 就在他讲这些话的同时 我们来看到 环球晶拿到了 计台积电之后 又一笔的 美国晶片法案的补助款了 4亿美元 他要到美国去设厂 要做这个细晶元了 好那当然环球晶呢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公司 对整个我们的半导体供应链来讲 他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现在呢 晶片法案直接 这个是美国官方认证的 他们半导体供应链当中 很关键的厂商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看这家公司呢 问姐妹 对我们先恭喜他 真的是太好了 拿到4亿美元的美金的补助 同时间呢 美国也会给他25%的 这个税务的减免 所以这部分是双喜联盟 当然就徐秀然来说 就是总经理徐秀然来说 董事长徐秀然来说 这是一种荣耀 对 表示呢 我是唯一在美国射晶圆厂 我们要知道 上一次在美国射晶圆厂 是20年前的事情 那这是20年后 美国终于迎来了 就是最新的 最好的技术的 所谓的环球晶 我们说的晶片的 这个生产厂商 实际了不起的事情 那这一次呢 主要在两个地方生产 一个在德州 一个在米苏里 但是他们两个是不同的 德州就是一般的12寸晶圆 但米苏里 这个就不了不起了 他做什么 是所谓的绝缘系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其实德州的那个 州长呢 也曾经为了就是 台湾的科技业 逃台湾来 当然也跟了董事长 徐秀然来见面 但是见面 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当场敲定 德州绝对会用力 请最大能力 帮他找到 他最适合的土地 还有最适合的人工 一定要帮他完成 这个世界的创举 这听起来很舒服吗 那当然徐秀然来说 我会创造高薪的工作 但是其实工作人数 也不是很多 扣除这个我们说的 营建业之外 大概真正工作人员 是750人 但是这些是高薪 因为我们想象 产业其实也不要太多人 但是研发能力很强 好 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整个重点事情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把美国半导体的拼图 全部完成了 我们知道包括IBM 三星 还有包括台积电 他们都是以晶圆为主 那你晶圆做来的时候 你总是要有细晶圆 才能做这个晶圆 所以他就把这个平图完成了 所以德州很开心 因为德州在发展一个 叫做细平原 所谓细平原就是 这个平原上面 因为德州都平原 他要把全球最优质的 这些细工厂 全部过来 那我们就会说 我们是细岛 他们要变成细平原 因为德州是一片平原 好了 那当然讲到这件事 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 其实这一路走来 环球金就是一个并购的历史 那我们知道事实上 在2006年的时候 环球金的规模 就有45亿的营业额 美金到了2021年 就到了688亿美金 也是15年之内 增加的速度非常惊人 这不是它产能增加 而是透过不断的并购 当然我们知道 最近就在疫情当下 我们有一个不幸的消息 就是那个环球金 花很多时间 要把全球第三大的 德国市创给买下来 那个金额 交易金额非常大 结果没成功 是添加1300亿美金 没有成功 你知道赛翁失马 燕之非佛 你说那次没有成功 他B计划就决定要去 德州生产了 可是你知道 后来不是乌尔战争吗 军救股票不是大跌吗 对 有没有 那时候金额突然之间 又不去 从缺又变不缺 其实如果他买的话 1200亿其实亏很大 因为后来整个价格下跌了 还好没成功 对 然后但是问题是 市创是当然 每一年会贡献1000亿的营业额 可是问题是 他有一些产能不是他要的 所以他这次到德州去生产 还有这个秘书与生产 是他要的 对 而且这次生产完之后 他保证变成全球前二名 所以你看 所有的这个结果 都会是最好的结果 是是 所以上帝总是在环球金这边 所以你一定要投资环球金 好 那我们谈到 其他一路都是并购 其实中美金 当时还是中美金 还没有环球金的时候 在2018年的时候 买下了美国第一家公司 叫Globaltech 那这些事情 就创下了他的业绩增长 为什么他高速增长 Globaltech完之后 那是2008年 他就做一个决定 他打算把太阳能跟这个 晶片把它分开 所以在隔年 他就成立了所谓的环球金 就诞生了 那当然那时候 徐秀兰就已经是总经理 那时候这个卢明光 还是董事长嘛 那他就决定把徐秀兰当做执行长 我觉得最精彩在2012年 他跑去日本买下了CBS 当时日本CBS 员工都很担心啊 被台湾人买啊 结果你知道吗 徐秀兰不只是英文豪 就他到了CBS开第一次董事会 全程日文 这么厉害 你知道为什么 他为了并购日本啊 他每天晚上读日文 我觉得他是天才 然后在大厂讲 很佩服这位女董事长 因为他几乎不睡觉 他就是好早好早到公司 好晚好晚回家 然后一直在出 然后他有时间自读日文 然后把日文讲得很流利 他英文也不错 对 他英文很强 所以才能并购 他竟然讲日文 所以CBS就并下来 那后来又并下了这个Semi 然后并下了丹麦的Topsie 当然我必须说一句话 每一个并购 除了Semi是因为大股东不想玩的 所以就卖了 其他美亚公司都背后有故事 那他们说 在并购之前 他们有个动作 他不是看到 人家卖就买 他不是这样 他在并购的时候先看 问题出来什么 可不可以解决 像Globaltech的问题是 债务太高 美国利息比较低 台湾利息比较低 所以他就台湾借钱 跑去美国把钱还了 然后台湾利息很低 好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那CVS更好玩 他的问题是 他跟台湾科的规模一样大 那为什么CVS会亏钱呢 台湾科赚钱 CVS不可能亏钱 原来高层住在东京 他不是住在工厂 那东京的费量比较高 所以他就决定 把东京的办公室卖掉 转回到工厂 那就赚钱了 就这么理大 那CVS为什么不做 好 那当然这些故事 也背后一件事情 他们的变购是有绵密的 卢明光说过一件事情 他说这个半导力产业是这样子 新的要很难扩展 但旧的扩不了 所以有最好的方式 就是并购 所以你知道第一名是谁的时候 你就往第一名的方向进行 一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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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当然我们恭喜环球金 当然技术优先 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美国 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离开这个台湾 特别是在半导体 这一块的供应链 所以这个川普在怎么说 半战在怎么说 其实你有的时候看看 他们实际在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分辨 到底是选举语言 还是他真的就是觉得 他不需要台湾 似乎不是后者 好 那么另外我们带您来看 中国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 中国现在 大家知道现在应该是 很多学生的毕业季 但是中国的失业率非常高 最近我们带您来看 连在中国第一线大城市 之前是经济的火车头深圳 深圳都出现了失业率不断上升 而且他们当地的政府 现在缺钱怎么办呢 从人民的福利去挖钱回来 为什么用挖回来这个形容词 之前看到了失业率高 那在中国他们政府 也会有失业的一个相关 像我们一样的救济金 类似这样的一个失业金 保障他的这些失业员工的生活 好 那但是呢 现在我们来看深圳 把这些钱追回来 他说有些钱 我当初发的时候不查 所以我现在请你还给我 比如说你已经找到工作了 不好意思 你钱还来 亦或是你当初骗我的 你是去虚报了一个 什么样当地的保险 然后再骗我说你失业了 你跟我拿这些钱 现在一个一个查得非常细 要把这些钱 通通都给要回来 但是呢 连这些小钱 人家形容说叫蚊子腿 你都要的时候 那到底呢 中国这些地方政府 深圳耶 他到底财政上出了 什么样的问题 失业率有非常严重吗 是 我想至于你刚提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 它是个深圳 深圳代表什么 代表它改革开放 40年的一个火车头 第一个城市就是这里 那成长最快速的 也是深圳 没料到 它现在在碰到这个情况 而且管理人们你知道吗 我们之前 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 我们有提过 这个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要把你的收入给收回来 还不止这个 现在这个叫失业金 你知道吗 失业金你都要回收 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 当然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刚刚至于有提过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失业率的不断的暴增 你可能来不及发 但是至于你知道吗 我相信近期你可能会查到 原来他受到宏观调控 什么意思 那个你一般我们觉得 宏观调控 就是调控他的这个数字 比如说你这宏观调控 中国GDP No 据说现在是因为 失业率跟领失业救济金 数字都不起来 被红色官员 给宏观调控 所以现在碰到这个 重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不断的被抽回 多人失业不是这样吗 是 但你觉得现在 你失业的人数 都不起来 我们看 我失业的人数 跟我发出去的数字 都不起来 那中间那些差额 不知道被谁给拿走了 所以有80亿 据说现在光这个差额 来到了80亿 所以现在有这种事 我们先看一下 他这个数字 有猫腻 你看一下 2021年他的失业 他是公布的 官方公布 失业 这个数字来到了 你需要发失业 收入的部分 我income 还有个失业保险金 收入是34.85亿 这个都是人民币 支出是47.08亿 看起来好像还好 我结余还有多少 我还有一百多亿 好像还好 可是你看2022年 不得了 他那个收入 才41.5亿 可是我要发出 给失业救济金 失业的人 居然暴增到122亿 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最主要是 失业借据 一下子从102亿 掉到多少 只剩下21亿 那这个数字 他该怎么做 他2023年 他干脆不公布了 不公布 对 有很多事情 我不公布了 看你哪 我那也就不公布了 可是你中间 居然一来一回 差得多好 我们刚刚就讲 居然这个落差 在2023年发现 至少差80亿 现在全部要大追回 他干脆就直接去追 你民众已经发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人讲说 我已经发了 他们的微博 是谁把我全污都 这个太好问题 你知道现在微博 小红书 一大堆人讲说 我拿领到的失业救济金 现在发的不代表我了 我居然被公布一个每月 现在还在公布 每个月公布的失业的 那个救济力名单 是什么 是追回你的名单 我们真的上了 这个深圳他们政府的 网站去查 他真的是把你的名字 像我们法院公布 还会比如说 王圈玉这样子 没有 他全部公布 全部把你名字 王之玉 你欠了政府多少钱 你给我还来 这样子 他们一直说 你现在非还不可 那现在为什么 会有这个宏观条 和猫腻 有的人讲说 小红书自己 本身是暗主 他自己说 他说他当年曾经有 因为他在深圳 他那段时间先去 你要先去申报 所以你现在申报的 一个过程当中 你才有办法 领失业救济 No 他的社区里面 搞出一个 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告诉你 他那个里面的讲说 那个某某人 比如说张正威 你最近要申领失业救济 你不用忙 我告诉你 我是社区官员 你不用申报 我就告诉你 我可以给你 好 这个数字就这么出来的 据说那个虚报福报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在这里面 光是博士 说博士 这是猫腻的中间的原因 是因为太多人被裁员 而且收不到 有任何的收入 现在光是 他是中国的毕业生 现在有50%的人 他工作没有着落 找不到工作 他今年的毕业生多少 1179万人 几乎是台湾的一半 他的毕业生就这么多人 一半以上 全部找不到工作 而且在这里面 硕博士的毕业生 只有33%的人 被收到是什么 非正式录取 他是完全打零工 他有多巧妙 你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人 因为收不到那个 没有办法 失业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被录取 现在有很多80后的 一个博主 就让他现在看 他是自己在 他的影片里面 就是YouTuber 他自己说 他自己该怎么生存 他目前为止他的失业 不敢让他的老公知道 好好的一个学历 一天之内 他要打三分以上的零工 但是社会上 生存太难 你知道还有人 有的人跑去公园 今天为什么都 躲到图书馆 因为太热了 因为太热了 假装我有工作 对 假装我有工作 不敢让爸爸妈妈 现在在这里面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现在光是深圳 他的金融业 科技业 你知道他的科技 他的那个金融 光是他那个服务业 有700多万人 那他的那个制造 也有400多万 现在快速在流失 在这里面 我们不想让父母亲担心 因为他担心 环乐也没用 居然一大堆的人 他跑去图书馆 假装他有在上班 早上9点出门 晚上5 6点才回家 实际上他的失业人数 你就被宏观调控掉 而且我跟你讲 他还要面子 怎么样要面子法 目前为止 他居然要求北京 内蒙古跟四川地方 你知道要干嘛吗 不准你 这个全家人 通通都失业 因为这会引起社会动荡 那年轻人 如果找不到工作 万一出来搞学运 不好 所以赶快 他要求 这个挨家挨户去清零 你必须要在 这个整个的家庭里面 至少有一个人就业 他必须要 这所谓的零就业的 家庭里面 动态清零 我跟你讲 在这个情况之下 现在这些人是 自己愿意失业 是自己愿意找不到工作 根本都不是 现在年轻人干嘛 他只能去做外送员 做直播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知道 现在全部的人都在 所谓的动态 灵活的就业 什么叫灵活就业 打零工 一天打三分以上的零工 都叫灵活就业 灵活就业 现在 然后人发给你的 也是非正式录取 你不要以为你已就 所以这是非正式录取 或者是 你不用失业 就可以帮你申请救济金 那个数字都不起来 他现在才搞成这个 要回收你失业金 可是你现在 在这个情况之下 五月了 现在毕业季的学生 今年又有一千多万人 又要毕业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19%不到20%的人 他目前为止 缓慢就 其实他是失业 这个代表词 就是失业 13%的人叫做灵活就业 在这个情况之下 国家 国际 社会 外企在裁员 国内的国企 又没办法处理 你该怎么办 我想这是一个 政府必须要面对你人民 诚实回答 我的失业金 到底在哪里 我未来就业机会 到底在哪里 对 所以现在中国 是社会上的问题很大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这GDP的下行 你看到这两天 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你觉得很难看吗 说哎呀 你看这个中国经济 怎么开始在往下走 但其实在冷冰冰的 经济数据的后面 你会看到的是 他们社会上 真的发生了很多 你很难想象的 社会上的困境 这个生活真的非常痛苦 好 没有带你来看到 这Nike过去在中国市场 是呼风唤雨 他有时候出一些 这个很特别的球鞋的时候 大家大排长龙 买他家球鞋 但是曾几何时 本来是最大成长的引擎 中国市场 现在对Nike来讲 好像没有那么香了 到底他做错什么 是他挑战者怎么一直 好像比他更厉害很多 所以呢你看 中国销售拉紧爆 那现在Nike 只好来一个绝地大反攻 找很多中国知名的运动员 来帮他打广告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成效 问杰明哥到底Nike做错了什么 是的 6月份的时候 Nike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报 那只有惨 还有更惨 总体数字比去年下滑之外 虽然盈利有增加 但是大多数这个盈利 其实来自于 大幅减少了20亿美金的成本 就是财源 还有其他 对 那这种是用靠血汗赚的钱 所以市场不买单 但是最可怕的事情 是他预告 就是第三季的时候 很抱歉 业绩还会再掉10个百分点 那当然就人家问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讲白了 问题就是全球经济的一个不平衡 他暗指的是 全球经济是稳定增长 但有个地方 经济状况不太好 叫做全球不稳定 这个要讲得非常文雅 你不能直接说 中国经济不好 要说全球的一个不平衡 他就说 最近中国市场的销售 确实有些下滑 他金田馆 库存非常多 可是老实讲 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回想一下 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 都很喜欢买Nike嘛 但我真的好久没有买Nike了耶 是 你买球鞋 你会买扭巴伦啊 你会买其他 你真的不会买Nike了 Nike 当然因为它主要 在台湾的广告性 不是那么的强烈 结果我们就很久没有看到 Nike的广告 但是Nike在中国市场 它视中国市场为主要大宗 所以它花了很多的人力啊 资源啊 广告啊 好 就是在中国发展 但是事实上呢 这些发展的主要原因 当然一个是 它就看好中国年轻时代的购买力嘛 还有中国人口 有14亿人口 中国也喜欢运动啊 比如说 你可以看到在北京的大妈 什么之类的 但是重点在这地方事情是 因为中国市场很大 所以中国本身有品牌 也会竞争 好 那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对于Nike来说 最大的麻烦是 就是我们说新疆棉的事情 那是那个事件呢 造成了中国人 就是全面性的网路啦 我说网路 有时候网路跟实际市场 还是有点距离啦 网路的时候讲得很凶 但你知道口闲提振值啊 所以当时曾经遇到这个逆风 那时候 你知道Nike紧急救援 那么它的行长 可以在一个月之内 跑进中国两次 然后跟当地的名流人士拍照片啊 想象它有多少的贡献啊 要砸这个救济 这种所谓社会福利金 什么之类的 好 力图挽救 确实 2022年的业绩真的有些反弹 那当然到了 但是这段时间呢 里面遇到一个问题 是安踏来了 安踏完全复制Nike的做法 就是你跟什么篮球明星拍广告 我也跟你篮球明星拍广告 当时呢 他最著名的事情 就拿下了俄文 就是NBA的独行侠俄文 那是非常知名的一个球星 他不但是把它买下来而已 不是只是买他的广告 而且他甚至把他聘到中国 当做行销总监 然后透过俄文的手呢 去跟美国NBA更多的人接触 好 你找球星嘛 我也找球星啊 然后重点事情是什么呢 另外一件事情 最最夸张是 为什么找俄文有个原因 因为俄文才刚刚结束 Nike的代言 马上就跳到我家来 那感觉很不一样 超级猛的 那当然事实上 这件事也迫使Nike 必须要全绝对的在地化 那那时候呢 好 你拉我美国明星嘛 你拉我美国明星 安泰你这么做嘛 那Nike就找你中国军事 对 他就找了 那当然最著名的就是这个 姐妹花 篮球姐妹花 另外呢 你也找了中国电竞选手 这个很厉害 因为他是联赛冠军 叫UZI 那来做这个广告行销 当然了 这边他等于是 在国内遇到就是安泰的竞争 所以他们两个是在 中国境内拼得很厉害 就安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找了一个model 拍了他的鞋子 就拍鞋子的时候呢 有做出并不让人家舒服的动作 好 那当然这时候 Nike看到这机会 毫不留情 赶快在女星部分 急以直追 可是呢 重点来了 Nike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刚才讲 中国虽然面临到经济问题 但中国年轻人 现在变成什么样呢 他们非常爱国主义 所以会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成为他的关系 你知道 但是Nike呢 同时是一个叫 莆田的城市的救星 发生在2007年的时候 在纽约发现到了 价值高达3100万美金的 长得跟Nike一模一样的球鞋 但不是Nike做的 山寨的 对 那这当然当时就发生的事情 是说美国记者冲到中国 找到一个地方叫莆田 那他们在莆田一个叫 安福电商城的时候 他们去的时候发现到 这电商城白天一个人都没有 他说这个地方怎么可能 会把这个仿制的鞋子 卖到这个美国呢 因为我们当时去白天嘛 那有商店人说 你还不然晚上来 所以那记者就决定 晚上来不得了了 晚上里面都是人 满满的Nike的假货 但是你知道吗 后来因为他们把Nike 做得比Nike更好 技术得到国内的肯定 所以就建立一个叫 莆田品牌 所以Nike的神奇 就是山寨版变成真版 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Nike在中国市场 真的挑战蛮大的 那当然他接下来要怎么做 这个行销站怎么样 可以挽回消费者的心 我们再来看 好 那另外我们要带你来看 这个电动车 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才告诉大家说 现在消费者好像对于电动车 没那么买单 油电好像比较好 甚至燃油车 又重新回到大众目光 那我们就带您来看到 电动车在二手市场 更是会让你堆心 光眼泪掉下来 好 我们来看到 这是Toyota的 这个氢燃料的电动车 落地急对折 因为呢 它这个二手车没有人要 一方面是氢燃料很难搞 再来一个 我们来看宾市 宾市的电动车 哇 它的折旧率也是不得了 美国这个二手车 最不保值排行榜 你看有这个排行榜 第一名 宾市的电动车 这当初卖还卖很贵 EQS 让你顶级的电动车 结果现在怎么 二手的市场当中 一点都不值钱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又请到了 二手车的 我们的这个中古车达人 我们请两千来带我们看看 这电动车 在美国真的很悲剧 是不是 我们大家都说那个Toyota 应该是保值的车 对 不过今天既然这个Toyota 这个在轻能源 这个电动车上面来看 竟然跌了这么大一跤 其实应该是说 它发现说 其实丰田 他们现在想要推这个轻能源 但是它的销量不好 那销量不好怎么办 那当然就是这个降价 来刺激这个销售量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Limited的车型 原本这个Mira 它大概是211万的 这样的车价 那现在它这个 折价的幅度之大 也变成107万 那个对折 对折的概念 那对折的话 其实当然就是说 它的这个销售量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说 它的入门的车型 原本是这个百万名车 158万台币的这个SLE的车型 现在大概只需要80万不用 就可以买得到入手 那还送你什么 还送72期的这个 零利率 零利率 用为期六年之内 可以加了这个氢燃料系统 不过这就大家一个疑问 骑Toyota的车 不是应该就是稳定性 很高 然后加上这个保值性很佳 然后妥善率很好 这才是美国 或者说这个所有大家 对于Toyota轻重的形象 为什么今天在这个轻能源 就不受效了呢 那其实这个车主 美国车主就来投诉 这台车其实我看过实车 我刚好前一阵子 去南京的时候 我有看到这台车的实车 那我们就在这个测试 在里面做测试 其实看起来跟这个造型什么 等等都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空间的表现 其实也相当不错 但问题来了 问题是今天这台车 它是使用的 是这个叫做加氢的部分 但它是很环保的 因为它的燃烧过后 它产生的只有水 但是问题来 它去哪里加这个氢气 它不是要送给我吗 它送给你 但是要有站 那不是放在家里送自己加 对不对 那一定要找到氢能源站 不是可以放在家里自己加 所以其实美国的车主 就抱怨说 这个加氢站太少了 那加上他们可能要花 很长的距离 去为了要冲这一次的 这个加一次氢 虽然加氢的时间不多 就是它可能比充电的效率来得更好 可是它需要花大把的时间 先找到加氢站 那终于到加氢站没有关系 发现既然加氢站的设备 还有故障的问题 那就很生气了 因为我好不容易到这里 结果我现在急着要用这个能源 结果坏掉了 那还有就是说 第二个是它公布的里程 它因为说加一次氢 它可以跑大概四五百公里 现在发现实际使用的里程 竟然有短少 那对于美国这样比较地大物博的状况来说 它的这个里程实际使用的时候 它的规划形成就会产生问题 因为既然你的站不普及 那相对来说 我就要抓得很刚好 结果你还短少 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 2022年到现在 这个燃料的费用狂胀 所以原本知道吗 这个环保是要建立在怎样 这个有钱的之上 建立在这个荷包的深度 我想要环保 但是结果发现这个 哇 好多钱喔 对 原本从一公斤13块美金 胀了三倍 变成36块美金 哇 一公斤 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这时候我们想在 这时候我们想要环保 这时候跟荷包过不去 那当然消费者相对来说 我就没有办法入手了嘛 那其实丰田来讲 其实他们推这个 氢能源的这个氢燃料的引擎 他们也是很致力的在推广 那包括他们送这个 所谓的这个 加氢的这个Colola 去参加日本的24小时耐力赛 那像这个应该就是 那个Yaris GR Yaris 它的这个氢能源的H2的版本 那还有就是Colola 五门的版本 都有送去做这个 这个去做这个比赛 那其实比赛证明什么 证明这台车子的耐用度没有问题 那甚至说呢 我告诉大家说怎样 可以更环保 对不对 那可以一样有一样的效能 可是大家好像其实有人反映说 好像妥善率有点状况 那没关系 那现在环保另外一条路 什么那就是电动车 可是电动车在美国 其实销量现在也不太好 尤其是宾市的部分 那其实宾市 我觉得它整体在策略上 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是说它的定价过高 那所以大家对于 这个买它的人 其实要花费的荷包很多 可是它宾市啊 不就本来就该贵一点吗 但贵一点没关系 但是相对来说 大家希望宾市怎么样 我用一个品牌形象以外 我的保值性也有宾市一样的角度 可是结果发现电动车 宾市的电动车 它的跌幅之大 无法想象 那其实它的销量 第一个是销量不好 所以它其实你看到它的表现 在Q2的表现 它的销量整个下跌了百分之十二 那它的EQE跟EQS 这些SUV 其实都下跌了 大概一半左右的成绩 那所以其实宾市也赶快转弯 有没有 我们把这个钱 等一下不要再放在电动车了 我们好像就发展这个 引擎能源 好不好 那把引擎能源弄好 可是其实电动车 为什么会卖不动 其实第一个 就是大家落地以后 以前落地这样 打个八折七折可以接受 尤其是动辄四五百万的车价 结果这台车怎样 落地只剩一半 哇天哪 大家心痛荷包又产生那个流血 那其实不是说 我就不买好了 其实还是可以买油车 油车就没有跌这么凶 所以相对来说 大家可能就会选择转往 这种所谓的油车市场 所以其实包括特斯拉来讲 电动车最大的问题是 它在比较没有残值的时候 它的电池的费用过高 当它大于这个所谓的残值 那到底中股车上应该怎么收 买一台亏一台 那干脆怎样 干脆不要买 就不会亏了 所以你那种车车也卖不掉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照说 如果很大量的这种所谓 过保的电动车出现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另外一种能源 甚至说所谓的环保问题 这也是大家去拭目以待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两天之前 就跟我们分享过 这二手电动车你也不太收了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在特斯拉 可能它对品牌形象卡还OK 但是其他多余的 其他的品牌来讲 我们没有很有把握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评估它的残值 对 所以大家要买电动车之前 真的要考虑再三 然后再下手 对不对 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荷包生不生 跟你到底有多需要这辆电动车了 来考虑清楚 好 要带大家赶紧来看看 黄金又创下新高了 不得了 而且一些重要的一些 外资券商持续把黄金的 一个目标价往上看了 华尔街说 你看这个看到4000 这是目前最高 瑞银给的 然后你看到了这个美银 说年底你会看3000 然后高盛说年底看2700 不得了 不得了了 家里头的金子越来越值钱了 大家都抢着买 那你去看那些这个坊间 那些卖试金的项链 手环 或者是你要结婚 你现在结婚的成本很高了 赶快请问 加珍威姐 这个继续往上涨的这个黄金 现在我们要赶快去下手来几吗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机会 尤其是乱世处英雄 英雄在黄金 来 近期我们看一下 皮胖姐的 近期尤其是昨天7月17号 我跟你讲 在台湾美银 它已经冲上了多少黄金 冲上了1万块的这个关卡 之前说几千多已经有够过 有的人在经营注考公会 50年没看过 冲上了1万0300 那现在有的人预估了 有没有可能在1万0300到500之间 所以现在这个阶级 我们都有想象空间 但是只要近期之内 你不要跌破9800 所以基本上 好累 可以赶快把你家的黄金 最近要 如果你有计划 这两年要结婚的话 你现在赶快去买起来 看好 很快 很重要 这么冷静 这么淡定 买黄金 买黄金 对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光讲 在短短的半年之内 至少它成长了将近三成 有的人估 如果你看你的量 有的人将近五成 我给你讲 数字你一定要记起来 如果是你在去年同一个时间 农历年前 到现在大概半年多左右 如果是农历年前 你也买两两的黄金 你知道插多少吗 你比现在 比过年之前 你基本上要多花新台币 五到六万块 好好多 半年而已 两年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黄金飙涨的速度 真的是很凶猛 你可以看到 当然刚才志宇已经有提过 这个到底因素是什么 为什么连外资机构 都不断调涨它 我真的觉得乱世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近期你光是川普的 你不觉得 还是真的是 这个世界瞬息万变 你不知道下一秒 情况会怎样 买黄金 那在这里面还有 九月份 其实目前为止 大概有降息的一个几率 但是很重要 黄金既然是一个避风港 那为很多人 全部在难以预设的情况下 连新台币 好像都一直在跌 那有的人记起 用一钱 因为这是昨天 飙上了一个新天价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 短期之内 有没有可能就在 这个1030 到1050左右 甚至有的人 预估其实10300 到10500 这个range 有没有可能 到达这个数字 那我如果有很久以前买的黄金 我现在拿去迎楼卖掉 我会赚钱 当然 所以有的人 现在就拿10万块 赶快 有的人去买 但是也有人赶快去卖 像我妈近期 就把以前 结婚前后 留下 对 有的人赶快趁这时候卖 你看光是我们刚刚讲 半年 同样的两两 差了五六万 你不觉得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吗 你把抽屉捞一捞 里面看 有没有一些金子 拿去卖掉 我觉得 如果有人要 我们也可以卖给你 但是近期 除了有人捧10万块 去买一两黄金之外 当然新婚 因为很多人 你知道台湾人 或像中国大妈 本来就在抢黄金的 所以黄金 我觉得近期 我只能说 她的涨势 绝对是看好的 那如果你是拿旧金 去更换一个新的黄金 其实搞不好 到时候金石像来 所以这个市场上 目前为止 预估会有个抛金潮 那么在近期 你知道吗 其实谁很爱 不是台湾人 是韩国人 他们就说便利商店 就可以买黄金 我跟你讲 近期我一直在看这个讯息 很有趣 韩国的便利商商 叫做CEU 近期光是卖她的金条 她用自动贩卖机 自动贩卖机 你以为会卖很贵 没有 如果是你这个 卖有的大小条 5300多块钱 代表 你就可以买到一个 你直接就是叮咚 就在那个自动贩卖机投 你就有一个金条 当然他买来干嘛 当然他很小条 很小条 但是你知道 有的像指甲那么大 真可爱 你把它买了之后 我可以比如说 治愈过生日 我喜欢治愈 我就上面祝你快乐 好的 黄金 黄金保你平安 保你有钱 我跟你讲 那个味道不一样 所以你知道 现在丰满黄金 那在那个韩国 除了超商在拼命抢黄金 据说现在 一家CEU 现在其他的那个 便利超商也开始在抢卖 叫做这个迷你金币 所以现在抢抢滚 而且中国的大妈 也开始在抢 她以前抢黄金 现在抢琥珀 所以现在来自于 俄罗斯的蜜辣 状况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讲一下 跟我们自己很有关系的 黄金存责 这事很重要 7月18号 目前为止 刚刚的数字 可能来到2594 但是其实昨天 其实也曾经一度 虽然是相对的一个高点 但是2606 这个数字 其实今天有闪现 但我相信 近期你在这个 刚刚我们讲 动乱的一个乱世情况之下 你不知道下一秒会怎样 其实有些黄金存责 变成我们很好的一个 这个很好的一个 可以把握的一个 这个黄金存责 是一个很黄金的部分 你看如果 7月16号 它不断的冲上新天价 近一年之内 几乎涨了有三成多 那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 包括我们的台股 也有的买 台股现在杜金的 有黄金概念 对 黄金概念股 像你近期 汪洋科 它因为桂析金属 它里面有所谓的 那个杜金 相关的黄金 所以它的价量起氧 那近期 金益顶 特别是加龙 近期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接触股票 你会发现 近期都 我也是嘛 因为他们自己 都有沾到边 比如说 像是这个金益顶 很多人知道 每次事情一乱 黄金一涨 它的部分就应生起氧 它就是回收很多 它就是回收很多的 金属五环 对 有黄金 那么像是加龙 很多人知道 你认为它完整 因为只是投金 没有 它其实把你的旧金回收 可以镀一镀 又练成新的 甚至有把很多 有任何金额成分的部分 全部镀一镀出来 所以一样 今天想好 未来 你只要掌握航金 未来一定有你的行情